廣東人就無雞不成煙 今天就分享最經典的薑蔥白切雞 做法簡單又好吃 四身皮爽肉滑又清新 這做法真的吃了幾十年都未吃驗 接著做分分鐘做好吃的酒樓 做薑蔥白切雞首先有個靚雞 果圓靚雞外面的皮是一格一格的 看到沒有? 好像月球表面一樣 這樣做出來的白切雞才皮爽肉滑 新鮮的靚雞雞煮回絲瓜湯 做白切雞我喜歡清蒸 如果不單單原汁原味 就可以拿到雞汁和雞油 沒有那麼浪費的 直至用大火蒸40分鐘 4斤重就40分鐘 如果5斤重就50分鐘 如此類推 做薑蔥雞要避多些薑 先把薑拍片 拍片之後把它剁碎 一定要拍過才會剁 這樣薑味才會出來 蔥頭要拍片 蔥也可以避多些 再切多些蔥花 把蔥花倒入薑 薑蔥要好吃的話要放多些鹽 只要放鹽 其他什麼味料都不用放 多些鹽 夠鹹才好吃 拿鹽之後不要急著放油 把薑味和蔥味拿出來 大概醃10分鐘 做薑蔥雞油都很關鍵 用本地的土炸花生油 特別香 油不要燒到太滾 稍微起泡泡就可以了 炸一下 唇的土炸花生油不用燒到太滾 真香到不得了 薑蔥汁也可以送兩碗飯 蒸40分鐘 嘩超級漂亮 把精華汁水和雞油全部倒出來 雞汁可以直接喝 雞油用來炒菜 雞腿汁多到噴出來 原汁原味就最好吃 小時候只有過年才可以吃到這麼漂亮的雞腿 真的看到都流口水 斬的時候都可以聞到很香的雞味 斬成細塊就可以了 最後把剛才調好的薑蔥汁全部鋪上去 豉油也不用煩 這樣才可以吃到最濃郁的薑味和蔥香味 鹹香得來又野味 一個超級好吃的廣東薑蔥雞就完成了 用來招呼朋友或者給家人吃都很棒 雞汁用薑絲油鹽醃去醃 絲瓜倒進去炒 大火炒了香味 然後下滾水就可以了 調味加少許鹽就可以了 一個正到爆的雞汁絲瓜湯就完成了 嘩!好猛料! 有雞吃又有湯 嘩!薑蔥雞啊! 我還放在冰箱裡冷凍它 我喜歡吃雞翅 這是你的漂亮雞 皮特別爽滑 好爽啊! 白飯雞裡面我最喜歡吃就是薑蔥雞 因為它真的超級回律香 這個雞冰吃更好吃 可以嗎?雞腿? 嗯!好吃!好吃!好吃! 最後的薑蔥汁都可以拌三碗飯 好棒 然後弟弟最主要喝的屎瓜湯 好棒 很好難吃